每年的5到8月是青海湖黄鱼回游的季节 最近青海湖的黄鱼进入了回游的高峰期 这两天在青海湖周边的沙流和全集合等河道里 黄鱼成群结队 每年这个时候他们都要顺着入湖河流速流而上 穿越数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的水域 最终到达上游的淡水河流中产卵半直 根据我们最新的这个检测数据显示 其实目前三条河流的黄鱼回游量达到了31万位 黄鱼的回游之旅除了要躲避沿途的卢瓷 宗头鸥等水鸟的捕食以外 还要时刻面临天气变化 河水上涨带来的挑战 为了让黄鱼顺利回游产卵 当地黄鱼进入战的工作人员 会在关键的回游通道固设监测点 密切关注黄鱼回游动向 并在河道内采取人工受精等措施 提升黄鱼的繁殖率 据统计 今年青海湖黄鱼资源运藏量达到12.03万吨 是保护初期的46倍多 很受益的 是继续的